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下节目纯粹为娱乐拍摄 并没有涉及金钱 敬请留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Hello 欢迎来到Poker 852PK After Dark 第21季的时间 新一季有6位的新朋友 有些就熟口熟面了 先介绍一下 1号位是Jacob 2号位是Sunny 3号位是Joey 4号位是Tracy 5号位是Charles 6号位是John仔 可能大家未见过的应该是Tracy Tracy就刚刚 几个月前 在台湾赢了一个很大的比赛 当时我们HKPPA 在台湾搞了一个港泊超台湾站 他赢了一个冠军 John仔 John仔和Charles 2个在后面 5号位和6号位 Joe E.Pang 也是一个港泊超的尝客 反而Jacob 好像也不太熟 看看他待会打得如何 嘩 第一次 Tracy就有Asus Open Open到500 好有趣 尺寸 尺寸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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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不太熟 有点 有点 可以 许多 背后有8倍可以赶 你便值得去赶还 一赶 更是 遍 有点 一flop就是3,4,5 那就 漂亮得飛起來 嘩,Cbet是Cbet600 preflop的open 就是500,也很大尺寸,但Cbet是Cbet600 新年沒得不call 完美的turn card turn set Riverr來一隻King 但外面有三隻紅心 就打 打1,1200 Tracy很快就call了 不就好,nice hand 好有 好有熟慮的風範 笑一微笑,nice hand 第一手 大家如果處理這些大的pocket pairs 例如Tracy 有一點點覺得 咦,我這麼大的牌要打大一點 希望可以取得到價值 其實 沒什麼想錯 因為 在這個年代 那些 small blind big blind Defend 都很壞 而且尺寸很大 都會Defend 所以 其實打開得大一點 不是一個 很差的想法 是 Charles 扔到Charles 是大拼 這次Charles拿了Pocket Kings Kings 今次的對手 有可能很不幸的對手 是 Jacob拿了Pocket Tens Kings 這個球 其實都蠻好C-bet 其實Pocket Kings 什麼球都蠻好C-bet 的 Charles出來打 10-10 一定要接一獎 不可能 他很多時候 有些 Ace King Ace Queen 都會C-bet 聽來這隻 5 也是一隻 對Charles來說 非常 blank 的卡 他可能要考慮一下 會不會再Bet 的時候 會趕走客人 看看他怎麼處理 2600 1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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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ob 要考慮的 如果Charles 按一個 大的 Flush Draw 他會不會這樣做 因為Pocket Tens 其實這裡都蠻強的 但是 它是不能改善的 即是 它已經是所謂的 Made Hand 會不會再Bet 1千 Riva 來到一隻Spade 有一點Q-Action 看看我的第二隻牌 好 看看他們要怎麼處理 Jacob 檢查了之後 Charles 在想 其實他 都可以拿到 價值 一個很小的Bet 就會令到 Ace Jack 10 10 9 9 有一點點的 2 pair 可能性 有一點點的 2 pair 2 pair 可能性 7-5 但也有些 3-4 2-3 會不會是 有趣 我也不太熟 Jacob 那些打法 Ace Jack 可能是 他最可以 在Charles的眼中 最可能 有機會拿到 價值的牌 但是打三條街 嗯 除了Riva的Bet 的Sizing 這麼小 好像 Jacob 要局要射 局要射 局要射 Kings 10 就 Crack不到 Unlike Tracy 被人Crack Charles 拿了三條街的Value 大家都好像有些緊張 而且有些 緊張之餘 就開始 變成低頭軸 看回自己的電話 一緊張的時候 其實PK After Dark 大家應該要放鬆一點 可以 開開心心地打 好 Tracy Limp 八九 Suit 在UTG 這些 Six-Handed 的時候 可以避免 就避免 盡量避免 在UTG 進去 因為想想 如果你全部 都被 用了 都很容易 被人 處理 如果他不混 一些 很大牌 但如果他很大牌 又何不 Race 所以 這個可能是 要有些 要記住的 一個 Spot 就是 就是UTG 盡量不要 flop出來的 Jacob 就中了Z 就是Full House 其他人 基本上 沒有了 全部都在等著 Runner-Runner 的 配合 全部一起 Draw Death 看看 Jacob 怎樣處理 這手牌 在這個時候 Sunny 和Tracy 都以為自己 有個Flush Draw 有機會 可以中得很好 這些 我們的分析 他們倆都拿了一些 所謂不 robust 的Equity Jacob 就很放心地 flash下去 希望對手 有更新的 哎 兩個都更新的 了 那就有趣了 兩個都更新的 那 會不會衝出來打呢 Sunny Tracy 又檢查 兩個都想著 好像想著要 捕捉 我真的不知道 Rust 一定 sorry Jacob 一定 要衝出來打 因為如果這個時候 都不拿Value 等什麼時候呢 那Port有5800 他絕對應該要打 超過一半的Port 整圈上 4600 這個地方 tricky 這個地方 tricky的原因是 因為 假設 Sunny召喚了 的話 Tracy是要 Fold 但如果Sunny召喚了 Tracy又要 Call 那他們要想就是 有什麼牌 是會 已經叫了 這樣 Sunny已經叫了 Tracy 基本上 不用想就Fold 因為 沒有可能兩個人都是3 5的嘛 現在Tracy 在想的就是 OK 會不會有人 overvalue了自己 的3 5 哈哈哈哈 亦都有少少4 5的combo 在裏面 亦都會輸很多 7-7 10-10 4-4 的牌 不是Call 吧 Call不到 看來他真的Call Tracy 那個 的打法 就偏向謹慎 所以 如果他Call 我也會很出奇 Sunny Call 又真是無可口非的 拿著一個 Queen High的Flush 其實真是無可口非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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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啊 那都Call到 真的有些神奇 在我眼中 真的Call 哎 那 Jacob就maxx value 了兩個人 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 他maxx value 這兩個人 真的 真的Call不到 老實說 Tracy 我覺得 嗯 如果反過來的話 例如可能是 Jacob的 立正 是Tracy 我想Tracy snap call 的話 Sunny 就算拿著Queen High的Flush 可能真的都要想一想要Fold 因為沒有牌是在那個Spot可以 就是你可以 你一個 medium strength的Flush 可以 遭遇到兩架 嘩 Jacob有牌 繼續來啊 Ace Ace UTG 開放到300 很合理 之後 Tracy 3bet到1000 嘩 現在 這個3bet的尺寸 在我眼中是大了少少的 也是 不過Tracy 的尺寸 一向都比較大 所以 都不是一件出奇的事 那 Jacob 沒有位之下 可能他會選擇Foldback 但是呢 如果對著Tracy 這一類的對手 你Foldback了他的話 他就會很快 就會覺得 咦 你一定是有很大的牌 就會令到很多牌都會Fold 但是 另一個 重要分析的點就是 如果Tracy 可以 3bet 可以 3bet 可以的話 其實Tracy的手牌都很硬 那 Jacob 可能要倒的地方 就是 Tracy 有沒有Pocket Kings 就是 因為Tracy 是沒有太討厭的3bet combo 就是他不會無端端拿 拿 拿 King Queen Suited 這樣的3bet 也不會有 A10 所以他3bet 所以他3bet 只有幾個 combo 幾個大拼 我分分鐘認為 Pocket Jacks 可能是他的 bottom of the range 的3bet 那他真的 那他真的 Tracy的樣子 是 好像很 好像真的在想著 會不會看不開眼 看不過眼 就一下子 好 Call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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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快點 VLOB VLOB VLOB出來 8-9-9 那 剛才有說過 Tracy 如果3bet 雙手 就有兩隻大牌 哇 豬肉推門 Jak Jak 就推出來了 Jacob 一個 好 因為知道Tracy 看到這些 Board 因為有1Pair overpair就會推 這個小小的trap 一下子 就 就trap了 甚至玩兩次之類都沒什麼特別的想法 那POD就帶到一個令人滿意的大POD 我想大家可能要討論的地方就是為什麼 不過不懂得說 Tracy如果這樣推出來的話 對手有Ace King,Ace Queen 因為外面沒有Flush draw的關係 都很難找到你 只要推走一些Worst Hand 同一時間就是Tracy不會用Ace King 去這樣閃走人 所以她這個閃走只會 GET CALLED BY BETTER HAND 因為她自己不會用Worst Hand 去閃走人的關係 所以可能不是那麼好 如果Tracy在看這個節目的話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好,完成 不是,Flush說Flush吧 不過就是Ace King 就是99AA的Flush 贏了99JJ的Flush 可以考慮一下 Tracy也有一點點欺負 因為第一波 Ace King 就被人破壞了 之後人家用Ace King 就有Max Value了你 人家4-4又中Z 又有Max Value了你 所以 Poker有時候就是這樣了 即是可以有些Unlucky的情況出現 第十一手牌 第十一手牌 Sunny Fold Joey Fold Tracy Ace King Cut off 開啟 開啟 開啟到300 咦,這麼有趣 可能他在更遲一點點的位置 就會 就會用一些 小小小的尺寸 因為剛才很記得 他Ace King 在UTG一開啟就開啟到500 John仔拿Ace King 3bet 到1300 大小小尺寸的原因 可能是 就是 他第一件事 自己沒有位 在小小的尺寸 那小小的尺寸 雙寸的 雙寸的 百分比率是低一點的 Tracy又有說話 我說 Ace King 你想怎樣 為什麼 都被人移動 你們是不是 邀請我上來這個節目 來劈我 他的心可能是這樣 他自己衝出來 他自己被人移動 Ace King 選擇了4bet 這個場面 John仔想想 咦,肥 那 在這個情況 John仔可能在想 就是 Tracy 4bet 的 雙寸 剛才應該都很少了 那5bet Shuff 的話 會不會 King 會不會打走他呢 因為他拿Ace 就應該大到 飛天了 好,整份上 Tracy 大聲問天 問天 就說 為什麼 Tracy說 如果輸了就要走 恐嚇他 最後決定 跑三次 多謝編輯哥哥 Walk into Aces Ace King suited 就麻煩了一點 好,派三次 來爆 派三次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說 把Port分開三分 三個Bort 那就 看看誰贏了三個Bort 簡單來說 那基本上 對Equity的影響 不是很大的 對EV的影響 不是很大的 好,來吧 好,看看第一個Bort 完全錯過了 好,還浪費了一隻Clubs 因為這個時候 其實Tracy最想見的 就是第一個Bort 完全沒有梅花 令到他種梅花、銅花的機會大一點 但是第一個Bort 就浪費了一隻 第二個Bort 出了一隻Yin 也是0的 第一個Bort 那這個Bort 好一點 因為一隻梅花也沒有 最後這個Bort 說是紅色的 麻煩了一點 好,又完 RUN三次 三次都會輸的 不幸運 Sitta就決定 看看還有沒有梅花 那是沒有的 搞定 成功Double Up 今天開心的兩位 應該是 Jacob 和 其實Sunny也很開心 因為第一次 用Z 把Tracy 砍掉了 好 看看情況如何 現在情況就是 Jacob 打領先 John仔也贏 Charles也贏 輸的Sunny 輸的 Joey 輸到少到 沒有分別那麼少 暫時 落後的是Tracy 下星期五我們繼續會有PK After Dark的Poker 852 下星期五再見 拜拜